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608月14號中午了 那這個影片會用剪輯的方式進行 然後首先 我不確定有沒有辦法在意見迷宮抽到德雷斯 我是想要測德雷斯 另外我會測試一下這個 刺客教條的這個虛空萊克愛奇歐 那主要是測古王 所以說到時候 再看能不能夠錄到一些跟古王相關的一些測試 那這邊還是重複講一下 我的那個目前的戰力最強的這個角色是 有左到右 那可能最近有些調整 不管反正就是我之前是這樣測嘛 那我點我的英雄這邊 我都沒有重開 我原先是蝴蝶最高 但是我把蝴蝶的家具脫掉 然後並沒有重刷遊戲 那現在是埃隆 古王 古宮跟那個 Bitchboy 光盾 都是專武30 然後現在看傭兵 傭兵的那個T2裝也是正確 所以說我現在異界迷宮還是驚嘆號 那我現在進去之後應該是會正確的 靈魂馬車是專武30 並且都是裝備T2裝的這個傭兵喔 好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 OK 是專武30的傭兵 沒錯 好 然後都是T2的裝備 也沒錯 有沒有德雷斯勒 有沒有勒 有沒有勒 喔 有那個 有那個什麼 加30的那個愛奇歐耶 所以說 好 那也是可以測試一下 但是這個就是 我可能會一邊玩 然後一邊錄 然後把一些我覺得 比較可以看出來的地方 然後再撿進去 不然讓我邊玩啊 錄太快 我有時候自己也看不出來 所以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就是一個還不錯的開場 起碼 這個專武30的這個傭兵 看來是可以玩的 希望在第二層可以接到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子 然後到時候再撿進來 拜拜 好 大家好 我是阿天 這是這個影片的後面 然後很順利的 那傭兵有出現德雷斯 不過畫面用這個 騙體力的團隊影響開場 這個是真的很誇張的一個隊伍 好 實際上打過就知道了 三隻春雨姑娘 兩隻那個 奧瑟羅斯 那這兩個其實換成任何一個 很坦的那個 那個角色都會非常非常難搞 好 那總之 總之就是團隊影響 你在打的時候 第二關都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第二關常常會有這種很奇葩的陣 這一次 這個春雨姑娘陣 真的是讓很多人 超級大翻車 然後體力花了一大堆 好 我們來看異界迷宮 現在是第二層嗎 因為我剛影片是在第一層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個 這個加30的德雷斯 OK 專武30然後這個樣子 那其實專武30我覺得德雷斯的話 應該20就好了 因為其實那個10跟20也就是多了兩倍攻擊力嘛 對不對 200%就是兩倍嘛 那這個使用必殺技可以有一個 5秒鐘 才5秒鐘而已 然後抵消多少%攻擊力 所以說加10的話是到600% 那加20的話 每場戰鬥最多觸發4次 那我覺得這比較有用 因為那個雖然說 開大需要能量 但是德雷斯有個特性 就是說他會 血少的時候他會躲起來 在哪邊 這個東西隱藏殺機嘛 第一次 所以說他躲起來之後 他還可以回能 所以說德雷斯在場上 至少開個兩三次大 我覺得不是問題 因為以德雷斯這個特性來講 然後他又有加這個攻擊速度 所以我覺得德雷斯開大應該算是蠻快的 好那我現在用的這個戰鬥方式 這樣子 反正就是先隨便上 那這樣子的話 我的這個戰鬥影片就可以 包含了德雷斯 然後又可以測測看這個 怎麼講又可以測測看這個愛奇歐 那看看說這樣子 我們邊玩邊錄 可不可以錄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好那就開場吧 我記得愛奇歐好像不怎麼怕被拉 或是被阿塔利亞斬 沒關係我們試試看好了 愛奇歐被拉過來了 愛奇歐去 暈了那個奈拉 因為愛奇歐他本身有那個 被打之後他會 他會四方出什麼 有點忘記 他自己本身有一招 奈拉去拉光盾 為什麼不拉愛奇歐了 害怕了嗎 好所以我覺得愛奇歐不大不大怕被那個怕被拉或是被被那個奈拉針對 好 不好意思那個影片斷一下然後我們繼續 繼續開打 那個是第一金證券的 早上就是邊 邊工作邊看盤然後然後邊玩 對喔現在是1點10分所以我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時間 所以影片等一下還要再斷一下 因為那個收盤之前還要再做一下動作 所以就是好 我們這邊邊玩邊看吧 現在是第二層喔 所以說敵人還不難 然後剛剛記得走中間 如果說沒有 剛剛如果說走錯如果沒有借到傭兵的話 那我影片就不上傳了 好借德雷斯喔 OK好加30的德雷斯借到了 那我們來看看要怎麼玩呢 德雷斯的話 德雷斯這樣子 納可露露基本上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嘛對不對 就是 單PK板在一直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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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飛上天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我們就這樣推推看吧 那我們速度慢一點好了 好 艾奇歐一開始就開大了 然後哇德雷斯攻擊力太強了 被那個什麼 這個福克斯直接關起來了 艾蘇切到蝴蝶嗎 剛剛蝴蝶是以一個這個就是動畫 暫停的分式 那個方式死掉 如果是如果是這個這個這個動畫停止的話 那就代表這是艾奇歐切的 而且蝴蝶本身有免傷冷卻 但是我覺得好像每次看艾蘇切齁都 都不會出現免疫喔 就是直接斬掉這樣子 我的攻擊線已經變到這麼後面了 不好意思喔 就是早上會那麼忙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個動作很多 好 那我們再繼續 能量最快 我有收集 好我們再繼續開打 再看看德雷斯的效果如何 開場就切到蝴蝶的後面 好蝴蝶直接死掉了 不過這是因為這個是在異界迷宮啦 所以說這個 也不是說德雷斯很克蝴蝶 因為我們的攻擊力本來就很強了 是不是不要上鳳凰呢 鳳凰會不會太強了 我上一個比較偏輔助的角色好了 我怕鳳凰的傷害 會把那個 會把德雷斯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那個愛奇歐的光芒給蓋住 我上個雙子好了 比較偏輔助的角色 這樣子 然後主攻守的話 盡量的讓德雷斯跟這個愛奇歐發揮 然後德雷斯切到了這個鳳凰的後面 然後鳳凰頭上出現了這個 降防的圖案 危險的 對面有阿塔莉亞 又有這個魅魔 好可是我雙子解的負面狀態喔 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 魅魔有三條血 應該 應該沒有辦法 應該沒有辦法收掉魅魔才對吧 這個魅魔開了一個大 但是我方應該還是在這個雙子的這個大招保護下面 因為雙子開大會有 一定的秒數時間的免控 我們來注意看一下魅魔的血量喔 降低到這個斬殺線之下了 艾奇歐來了嗎 艾奇歐來了 直接殺掉有沒有看到 三條魅魔的血還在喔 到時候我影片 我錄影片的時候 我會在這個下方的那個影格字幕上面 特別補充 到時候我們這個片段去看一下 我記得剛剛看到的是魅魔三條血還在啊 那不然我們重複看一下喔 看著看著這個德雷斯的傷害第一名 好我們重播看看喔 加速 加速到剛剛那個地方 加速一下喔 剛剛那個地方在哪邊呢 我們注意看魅魔這邊 他的三條死魔還在嗎 還在嘛對不對 剛剛好像還打蠻久的 注意看 好差不多差不多 注意看喔 沒有三條死魔不見了 我錯了 所以說等一下再回去看一下 原來三條死魔的那個已經不見了 那所以說 是因為這個樣子嗎 還是說 還是說這個其實魅魔還是會有三條血 還是說這個艾奇歐他要等到 然後三條血不見了他才會切呢 這個這個這個 等一下我 我那個剪影片的時候 我再仔細看一下那個片段好了 好 OK 好然後這邊過了 然後我們再繼續看 德雷斯的這個傷害是最高 剛剛是一個那個影片直接跳過 好那繼續選這個月之石好了 馬車還有誰可以玩 啊對我要玩一下大老鷹啦 大老鷹 大老鷹也是加30喔 加30他開這個殺暴的時候敵人會一直損 損這個生命值 那這樣子就可以讓大家這個 生命損很快 我們看一下這個 滿血的德雷斯跟這個大老鷹好不好配合喔 好 這樣子 OK好 都沒看到古王耶 糟糕 奈娜的話就讓這個愛奇歐去對 那我們就上這個 沙雕 大老鷹 沒有光環喔 沒有光環就沒有光環吧 好那又這樣開打 現在那個因為這個有這個光盾的這個造型 所以大家的護盾本來是那個 怎麼講 那個白色 白色的那個光盾 然後現在因為他變成Beach Boy 所以說那個光盾都變成那個淡藍色 還有泡泡 大老鷹好像 好像沒有發揮什麼效果 是天上一直掉石頭啦 但是 挂掉了 好掛掉沒關係 反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德雷斯切過去 好愛奇歐收掉 還是有些危險 這個歐拉歐拉歐拉 連續打好多拳喔 我看來是有些危險喔 看來這一關大老鷹感覺上幫助不大 我還是上一下 上一下雙子好了 因為對面這一關有兩個控場 然後又有奧瑟羅斯 不大好搞喔 好我們再看一下雙子開個大好大家都加速了 這個 愛奇歐趕快開大這個你的那個斬殺線出來才可以 才可以幫忙收收尾 好斬殺線出來了 雖然說 這個 只有一小段了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把敵人打 打殘血才行喔 因為我現在配的這一對攻擊力不是很足 所以說 會慢一點 歐拉歐拉拳 哇然後再配上這個阿塔利亞 對面的血量其實都還算蠻健康的喔 因為孫悟空啦 孫悟空的那個分身其實坦了蠻多的傷害的 這一關對方的那個坦力比較夠耶 所以說我可能 可能要上一些攻擊的角色 哇 奧瑟羅斯感覺要變成一個無敵的存在喔 你看血量都不少的 又來了 等一下不玩了不玩了 好 我看一下還是要上一些 稍微攻擊一點小角色 不要 不要把這個戰局拖太久 因為奧瑟羅斯是打越久越強喔 那就上個 這樣子好了 哀滋鳳凰 哀滋鳳凰 好嗎 還是納可露露的 這樣子我的鳳凰就可以跟兩個虛空拉克湊成3光環喔 噢 這樣子嘗試看好了 我們先醬作瓏探吧 看看這個 納可露露給他趕快吧 喔 好 好好 欸 不對喔 我的螺子也掛掉了 好 換一下位置好了 嗯 好 就先這樣子好了 羅萬擋得住阿塔利亞嗎 趕快讓這個納腿路路把 擋不住擋不住 這個那般就躲起來好了 德雷斯可以扛阿塔利亞嗎 因為德雷斯可以躲起來啦 開大 好 先把骨弓幹掉 骨弓真的很麻煩 好 斬殺線出來 阿塔利亞地獄斬殺線了 阿塔利亞也掛了 現在只剩下孫悟空跟這個奧瑟羅斯了 孫悟空沒有斬殺線喔 奇怪 是因為說分身有 然後那個本尊就不會有嗎 有啊有啊有啊 孫悟空身上還有四個屏障 這應該是那個裝武的特性喔 所以這隻孫悟空應該是專武30喔 因為他開大之後他的屏障又恢復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專武30的孫悟空 然後又來了又來了 這個 哇 又開始拖時間了 奧瑟羅斯又開始拚命開大 哇 這個糟糕 這樣子會超死 哇 有機會嗎 有機會收掉奧瑟羅斯嗎 不行啦 不行啦 又來了 真的真的是超級麻煩的 那換個方式好了 好這樣子 納可露露我記得PK也很強 也不大怕奈拉拉 那我們來看看 艾奇歐對阿塔莉亞 然後納可露露打這個 奈拉 這樣子行嗎 我們先把奈拉收掉 然後 再想辦法收掉這個骨弓 哇 哇 糟糕 德雷斯沒什麼控場 可能還是要上個埃茲呢 或是骨弓 骨弓我好像把那個裝備拿掉 埃隆好了 上面先把骨弓收掉 然後下方先把奈拉收掉 我的愛奇歐在哪邊 在這邊 好 開大 哇 那個奧瑟羅斯已經進入免控了 好 終於低於這個奧瑟羅斯血 他快要低於斬殺線了 哇 他要補回來 這超麻煩 奧瑟羅斯狂補血 血越來越多了 哇 我的天啊 又要重來了 控不住 那看來只能上這個傭兵埃茲了 好 上 傭兵埃茲 埃茲行嗎 埃茲控場可以嗎 大家能量會回比較快 哇 害羞死掉了 喔 這一關怎麼打那麼久 好 再試一下 埃茲大招 糟糕 有些威脅 好 越打越糟糕 我看一下 要換誰呢 莫佐斯把這個奧瑟羅斯吞掉了 但是如果說奧瑟羅斯進入免控的狀況的時候 他吞掉他的時候 那個 他就沒有辦法再吞了 剛開始可以吞 但是等到奧瑟羅斯時間到之後 他就沒有辦法再吞了 因為那個莫佐斯沒有辦法吞那個免控的角色 莫佐斯其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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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又不行了 真的好麻煩喔 好 再換一下位置 好 看看 這樣行不行 把骨弓吃掉 好 也可以 納可露露 看一下喔 其實命中率不高耶 可是對方命中率也不高就是了 哇 這一關我看我還用撿了 不然這樣子真的是打到一個頭昏掉 喔 孫悟空 孫悟空一直叫分身我也幹不掉 欸 這樣是怎樣 還是不行 看來我要用光弓了嗎 打到快收盤了 等一下 這個光弓好了 光弓射後排 射得了嗎 試試看 我可能還是要配亞瑟 好 光弓死去 換一下 這個 我有阿卡莉阿 裝備在阿卡莉亞這邊 看一下喔 納可露露換成骨弓好了 骨弓有裝備裝備啊 好 好 這樣子 換骨弓好了 好 再加速 骨弓控一下場後 不要讓大家動太多 然後又有莫佐斯 又有納可露露 欸 我應該要上艾奇歐阿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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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上艾奇歐好了 好 艾奇歐 哇 這一關我到底要打多久 好 再繼續開打啊 好 骨弓開大 艾奇歐開大 好 剩下阿塔莉亞 阿塔莉亞也收掉了 然後剩下這個誰 好 孫悟空快收掉了 有骨弓有差喔 再來 欸 孫悟空還沒收掉 我的我的愛奇歐 他沒有到斬殺線之下嗎 好 終於只剩一個孫悟空 好 過關 最後是靠著骨弓喔 靠著是骨弓喔 好 所以上了這麼多角色 這一關都打不好 然後結果 我的天啊 你看對方 有沒有看到 紅家具三件 三件 三件 然後莊武3030 現在那個異界迷宮的怪 已經有出現紅家具了 所以 好 反正到時候這個影片我會加速 那這三個東西實在太強了 所以說 用的話我們就看不準了 所以我就使用這個好了 這個浩劫神劫 如果說你使用這三個東西的話 其實影片就不用撤了 這個其實也很強喔 因為其實我們開場會 會給人造成很多傷害 所以這個建設出去 其實傷害是非常可觀的 因此我覺得算了算了 還是使用這個浩劫神劫吧 這個比較不會 不會太 太太破壞那個那個強度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繼續推喔 然後影片再剪進來 拜拜 現在我下午三點啦 應該沒有什麼事可以 可以再打斷喔 那我們再繼續喔 我剛吃了一個午飯 然後來看看有沒有古王喔 有古王的這個隊伍嗎 好像沒有齁 好那我們再繼續開打 這個色恩光攻隊 那這一關的話我們還是用德雷斯吧 德雷斯然後用一隻 可以湊一個光環的齁 雙子這個樣子 感覺有些危險的這一關 感覺會被對對對方的這個光光給 給客到 好雙子開打我們用兩倍數好了 兩倍數不會太快 還可以大概看得出來大家在幹嘛 好德雷斯切到光光那邊去然後 我大家都是會切切後的 好我們從第三層 第三層開始再看看大家的傷害料 哇 鳳凰太強了 鳳凰攻擊力太強了 那看來我不要上鳳凰 可是可以看到德雷斯他的傷害力真的很不錯 好能量碎塊我有沒有看一下 有喔至少還有兩個能量碎塊 好那拿著一物也算是有用 我應該先看一下上面這三關敵人配置怎麼樣 好最左邊的沒有沒有古王 也沒有古王也沒有古王 哇怎麼都沒古王 好糟糕了 希望說在後面還有古王出現 OK好再繼續 那個鳳凰太強了 換成光盾好了這樣子 這樣也是有那個三光環嗎 好 我們來看看德雷斯切到哪邊去 他切去色恩那邊 哇感覺德雷斯速度好快喔 哇德雷斯是怎樣 新爆氣流斬嗎 哇這關是怎樣我們再仔細看一下德雷斯 好的雷斯先普攻兩下丟亞瑟吧 然後他開大切到色恩後面 然後就開啟新爆氣流產的這個模式 切掉然後再開大 再切 不斷的切光盾 有盾也不怕 再切女僕 再切雅瑟 然後再 再切鳳凰 超級猛 德雷斯超猛的啦 OK 我真的有夠猛齁 然後這個每次擊敗敵方英雄 這個怕太強了 這個好了種族克制可能會好一點 我們看上面喔 好沒有古王 也沒有古王 還是沒古王 哇糟糕了 我想要測古王不會都測不到吧 好阿塔利亞斬了這個鳳凰 我忘記開大我忘記開大 好 斬德雷斯好了 好德雷斯開場一個瞬移 就躲過了阿塔利亞 不過那是因為說這是異界迷宮啦 所以說開場會有那個能量 然後德雷斯又來了 德雷斯又來了 Stabast 一直聽到德雷斯的聲音 切切切切切切 一隻一隻切死 然後再切光弓 哇再次切 再次切那個 好像全部都是他收的 而且他一切那個敵方的防禦會下降還真的 太誇張了 好保護一下後排 好在 再來 德雷斯被拉拉拉囉 可是開場因為那個能量滿了所以就直接開大 然後德雷斯現在是切女騎士 女騎士頭上有一個紅色的那個降防的圖案 切死了 好再切羅萬 羅萬有那個冷卻免傷也沒有用喔 因為德雷斯攻擊次數實在是太多了 低於斬殺線了 但是德雷斯已經先 先把人家切死了 好一隻一隻切死 我開始切施克雷格喔 再切再切再切 我看到施克雷格血一直少一直少 好切完了之後最後再切奈拉 我 我只看到德雷斯拼命在切喔 好果然沒錯傷害力是整個暴高喔真的是用暴高來形容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古王這邊有嗎 哇都沒古王了 看來沒有辦法測那個什麼專武高專武的這個古王的那個那個跟那個 艾奇歐的一些傷害 沒關係我們只好可以再從這影片可以看到說德雷斯有多猛喔 那如果是打這個異界迷宮呢 艾奇歐跟德雷斯 好德雷斯就拼命的切喔 那艾奇歐的話 因為這是魔王所以他的開大就只有只會造成這個500%的這個攻擊力的傷害 也就是5倍的傷害 德雷斯就這樣拼命的切拼命的切拼命的切 光靠德雷斯應該是夠打啦 我應該上我應該上個女僕的看看 看看女僕的那個傷害力跟德雷斯比起來如何 完全是靠德雷斯 不過我放的角色是只有 艾奇歐跟德雷斯 所以說這樣子比有些不公平 下次我應該放一下女僕的 好所以德雷斯這傷害很恐怖喔 雖然說他是單鐵 可是他那個切跟那個節奏超級快的 所以本來是要看艾斯 可是德雷斯上來的時候 完全就是看到德雷斯在那邊切喔 哇這關是怎樣 怎麼瞬間死兩個人 喔鑽30的 的佐拉斯是不是 所以這個猛喔 鑽30的佐拉斯 換個位置啊 雙子開大 德雷斯切到了萊卡後面 因為萊卡的血少 然後再來快速的切洛桑 然後洛桑也瞬間死掉 先開始切光弓 好德雷斯是遊俠 還有吃到遊俠生命之術的效果 接下來再切 切埃隆 再來應該是 佐拉斯要重製喔 因為佐拉斯現在剩下最後一隻嘛 怎麼沒有重製啊 為什麼沒有戰鬥回溯 羅萬的傷害力也不錯耶 OK然後後方英雄攻擊力增加 最後一個王有沒有果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沒有果王的話這個這個這個影片就變得是德雷斯跟那個埃琪歐了 哇很可惜沒有 好吧 那我們就看看最後一場戰鬥狀況如何 那就讓埃琪歐對阿塔利亞 開場他閃過了 我們再看一次 埃琪歐對阿塔利亞 閃避 我們的那個 刺客大師 果然是很能閃喔 半神也不怕 然後阿塔利亞再跟埃琪歐 感覺這個 德雷斯又來了 德雷斯又來了 才正要看那個埃琪歐表現的時候然後德雷斯又開始狂暴了 你看他開始切女僕 女僕身上有這個盾牌 就是那個什麼 他有一招可以減低敵人70%的那個防禦力 好 四殺了德雷斯四殺了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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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猛 這攻擊力傷害真的超級猛 他又不是打全體他是單體 他這切超級快 還是說是因為是異界迷宮 所以說 異界迷宮敵人比較爛 可是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他本身就應該是這麼強了 所以德雷斯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猛的存在喔 本來是想要試這個埃琪歐對股王的這個效果啦 結果結果結果變成是這個看出德雷斯這個超級戰神喔 那這樣子的話我的主號其實會有點想要開始培養德雷斯 開始會想要玩 雖然說我現在正在抽那個什麼 我正在抽那個那個冰魔 就是有5000撞我就抽冰魔 來看一下我已經累積多少冰魔了 還差兩隻 還差兩隻冰魔 所以我應該還是會上神話 因為我說現在就是這個 異界鋁墊的出現 異界鋁墊的出現 所以說變成是說以前可能紅啊 紅家開了專武之後就可以堪用 但是現在就是因為有了這個異界鋁墊 你要想辦法抽到神話 有神話之後 裝上這個9件的傢俱其實還是差很大 就算沒有紅傢俱 每一件傢俱也都是按照百分比去增加這個屬性啊 不論是攻擊生命跟防禦 所以我現在的話我應該還是會努力的先把冰魔抽到神話 冰魔抽到神話之後我應該會使用這個指定英雄抽 把這個德雷斯抽上去 好那我現在又有5000鑽了 所以說我現在是設定冰魔嗎 那就反正有5000鑽就抽吧 也管他保不保保保保保底 反正沒有中的話就 就當這個增加那個非洲條 好果然沒有中喔 那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BBYE BBYE